郑伯刻段于焉 左段 初 郑武功取于身 约武将 省庄公及功输段 庄公物生 经将事 故名曰物生 遂物之 爱功输段与立之 弃请于武功 功伏许 即庄公即位 为之请至 功曰 至言一也 国书死焉 他亦为命 请经 使居之 为之经成太书 债众曰 都城过百治 国之害也 先王之治 大都不过三国之一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仅经不渡 匪治也 君将不堪 公曰 江世 江世遇之 焉必害 对月 江世何燕之游 不如早为之所 无始滋漫 漫难土也 漫草由不可除 狂君之宠帝户 公月 多行不义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子孤待之 继而太书命西比北比 二于己 公子吕曰 国不堪二 君将若之和 玉与太书 臣请示之 若浮云 则请除之 无声民心 公月 无庸 将自己 太书又收二 以为己意 至于领言 子风月 可以 后将得众 公月 不易不腻 后将崩 太书玩具 擅甲兵 聚足胜 将席正 夫人将起之 公文其期 曰 可以 命子风 甩车二百胜 以伐经 经判太书断 断入于烟 公伐朱烟 五月薪丑 太书出奔宫 书月 正伯克断于烟 断不涕 故不言帝 如二君 故约克 称正伯 即师教也 为之正志 不言出奔 难之也 遂志将是于成影 而视之曰 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 既而毁之 影考书 为影谷疯人 文质有限于公 公赐之时 食舍肉 公问之 对约 小人有母 皆常小人之时以 未常君之羹 请以 请以 请以为之 公曰 而由母卫 依我独吾 请以为之 公曰 而由母卫 依我独吾 公从之 公入而复 大岁之中 其乐也荣荣 将出而复 大岁之外 其乐也溢溢 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 隐考书 纯孝也 爱其母 亦即庄公 诗曰 孝子不愧 永赐耳泪 其世之卫护 公元前722年 在郑国统治者内部 发生了一件 骨肉香残的事件 这就是春秋上所谓的 郑伯刻断语言 公养 骨粮 都提到这件事 发表了一些议论 但从事件的叙述 人物的刻画方面来说 左传的文字写得最具体精彩 历来快智人口 江氏厌恶其子郑庄公 是于郑庄公出生时的难产 可是他对于公书段 却又非常溺爱 屡次请求郑武功 费掌利诱 虽遭到武功的拒绝 但江氏并不就此罢休 这就充分说明了 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 江氏的一物一爱 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 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 江氏要求把志意分给公书段 志地在虎牢 刑事十分显要 江氏为公书段要求封制的居心何在 郑庄公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不能允许 直截了当地告诉江氏 志言义也 国书死焉 他义为命 据说国书是显不修德政 结果被正武功所灭 对于郑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鸡 江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 求志不得而求精 这也在郑庄公意料之中 由此可见 江氏的筹算一开始就落入郑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 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即使母子兄弟之间 也丝毫不能缓解他们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 从郑庄公即位到公书段外逃 共经过了二十二个年头 这漫长的岁月 突出地表现了郑庄公蓄谋之久 甚至连他的左右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计 被蒙在鼓里 当债众提出 经的制度不合规定的时候 郑庄公却说 江氏要这么干 我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威胁呢 庄成无可奈何的样子 等到债众提醒他 曼草由不可除 狂君之宠地忽实 他才说出多行不义必自闭 子孤待之的话 这个闭字和国书死焉的死字 是一脉相成的 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 也遮上了一块帷幕 表明这是在自杀 而非他杀 企图逃避杀地的罪责 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郑庄公设下的陷阱 就是养公输段之交 纵公输段之欲 使其不断膨胀 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 权力欲望的沟壑 是永远填不满的 郑庄公极力容忍 公输段的得寸进尺 从表面上看来 好像处在被动地位 实际上 主动权仍然掌握在 郑庄公的手里 如果加以遏制 公输段就会收敛 郑庄公企图 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 就会落空 因此 不管公输段时 西比北比二于己也好 还是进而把二意归为己有 封地扩展到严岭也好 郑庄公都不露声色 听之认之 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 连续向他提出警告 甚至说出 欲语太书 臣请示之 若服语 则请除之 这样的话来激他 他都不为所动 这说明郑庄公的 深藏不露 真是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等到公输段 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 并得知 将是开城 做内应的确切时间之后 郑庄公才发布 讨伐公输段的命令 长期郁杰的怨恨 一下从可以二字迸发了出来 公子吕伐经后 公输段逃到燕 郑庄公有亲自率军攻燕 终于使公输段彻底垮台 对于江氏 当然也不会放过 把他放逐到成影 而且发誓说 不及皇权无相见也 怨恨之身 溢于眼表 再也用不着眼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比 公输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 这种狂热 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 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 公输段的步步逼近 实际上都是步步落入 郑庄公为他设下的陷阱 争权夺利 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 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 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 罪恶本质的表现 因此 这一对亲兄弟 犹如一根独腾上 接触的一双恶果 其胚胎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不过一个是胜利者 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江氏公输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 在文章中并没有做正面描写 只是通过简要的继续 和郑庄公与债众公子吕的对话 表现出来 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 而且突出了郑庄公 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 对于江氏公输段的密谋活动 郑庄公了若执掌 而江氏公输段 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 及严密部署 却毫无所知 妙在四明十案 四案十明 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 人物的对话 郑庄公这个尖雄的性格特征 栩栩如生 悦然指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 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 有人称之为丑惧 亦不为过 像江氏母子这样 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 在经过了一场 你死我活的搏斗之后 能够毫无芥蒂 再续什么天伦之乐吗 何况在郑庄公刚出生之时 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遂为母子如初的初次 就缺乏依据 显得勉强了 血腥的厮杀 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 薄薄的笑涕的外衣 撕得粉碎了 无怪乎使官对此事的评论 也感到为难了 笑子不愧 永赐耳泪 这是作者针对迎考书而说的 将孝道永赐于乳之族类 似乎是郑庄公 受到迎考书孝母的感染 其实不过是庄公 借此旧泼下驴 他之所以欣然接受 迎考书的建议 绝地极权 碎而相见 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 掩盖已经充分暴露了的 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 这也是千古尖雄的伎俩 因为在这里 郑庄公有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 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本文作者宋阔 朗读白云出秀